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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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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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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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家室的演播棚内 刚好我们在换场 我觉得这次一定是个大的年代戏 为什么 你看这种老旧的物件 感觉好像是三四十年前的 做得还蛮好的 不知道是不是从古董市场逃过来的 阳城晚报解放日报 我们现在所有的布景和道具 都非常具有年代感 像这个收纳柜 这种收纳柜大概是我出生的时候 我在我家看到过的 就是很高 然后跟人其高 然后长度不长 宽度不宽 但是分层特别多 感觉回到了三十年前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屏幕外面的 非常辛苦啊 我们好几次过来探班发现到深夜都还在工作 这是我们上次采访的 我们摄像大哥 我本来已经比个夜和个影 怎么睡着了 这大层夜是不是太辛苦了 休息休息 休息休息 今天拍了几场了 今天有五六场了 今天四个挺快的 这都算快了 好好觉得真的好不容易 今天我看场景才不停的换 是不是这种不停的换 对拍摄方面也有不同的要求 它的换一个场景就得来回动 其实最单纯的就是换场景换衣服 然后要是拍摄的话 其实挺快的 一般一场戏的话 也就换了半个小时 最多一个小时 就拍摄过程就拍完了 大部分时间还是准备的时间比较多 那他们换过后 你们的机位布置点也要转换 对 根据他穿年变了 一会儿我们的机位 看来大家都不容易啊 对 好嘞 那你想好好休息 所以一部好的作品啊 真的是离不开 各个工种的付出和努力 我俩原来一干账他就上厕所 一干账他就上厕所 我就骂了妹儿了 我能化身机也要我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有没有人说你上个猴 要不怎么说呢 帅呆 帅呆呢 啥意思 长得帅 都有点傻哟 你这么起干啥呀 手头有点紧 快五十了 但是我觉得我好像一直 在谈恋爱的感觉 这些年我一直给别人道歉了 哈哈哈哈 吉林博士每周四晚九点十分 风物东北风掉地 报效回归 欢乐翻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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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导 现在今天我们将会拍摄什么内容 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嗯 后边有一期是周文怀 然后主要讲的是香港的黄金时代 然后讲他跟那个邵一夫之间的一些 在电影上的一些争斗 包括他后边带出来了几位大明星 像是那个李小龙 是从他电影公司出来的 然后像是成龙后边也是签约他的 嗯 洪金宝啊 都是签约他的 就讲一些他在电影 就是香港电影史上的一些重要的几个节点 嗯 所以 嗯 放一段 是 谢谢大家 中海棍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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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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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